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大家好 今天给大家讲一下素描的入门知识 然后讲一下基本素描一般是从集合体开始 集合体我们画的时候都是从集合结构开始 集合结构又延伸到集合调子 再到进物 如果你想入门到中高级的话 就是到石膏的一个局部五官 再到整个人 整个一个比如说肌肉人 块面人 再到整个石膏的一个学生 就前期肯定是从临摹 说话就是这样 先从临摹再慢慢自己去学生 因为为什么要临摹 因为要掌握别人的一个表现手法 比如细节的刻画 画面的处理 一个整体细节的把控 然后我们现在讲一下最基本的 画素描 是吧 素描肯定要用到铅笔或者碳笔 然后我们现在画的时候一般都是用碳笔会多一点 用一般我们用什么碳笔呢 就是我手上拿的就是这个 玛丽砍笔 玛丽砍笔 OK 这里有写 是吧 这里有比如说它有写中碳 软碳 硬碳 转向 转向 拍近一点 调近一点 OK 重新等一切 那一段 好 这是硬碳 这是中碳 它有中文显示的 中文显示 还有软碳 这里都有标写的 它有数字的它有二四六 六呢也是软碳 四是中碳 二四硬碳 都有标明写明的 还有橡皮 这是樱花牌 日本樱花牌橡皮 因为它比较好用 可能价格会贵一点点 是吧 拍这个 拍大一点 这个的话怎么样 我拿你的事情拿不动 就拿都不怕 拍近一点 拍这一块 拍这一块 OK 再高一点点 给大家演示一下 是吧 先用硬碳 二 就是它有写的有硬碳 才有写的有硬碳 大家如果计画的时候要观察笔 看准在画 不要拿什么笔去画什么 是吧 看准笔比比较硬碳 因为它比较浅 是吧 它可能比如说散射的时候 你观察一下比较浅 用同样的力度 它画写的线可能会比较浅 是吧 然后呢我现在在演示 中碳 中碳 好 中碳 好 中碳 肯定会黑一点 是吧 颜色可能软碳 肯定会更黑 所以说呢 软碳一般画哪个位置呢 肯定是画一些暗部 物体的暗部 还有阴影的部位 是吧 你看看观察一下 同样的力度画写的线 颜色变化也不一样 是吧 颜色变化也不一样 所以我们用比较急调注意 比较硬碳画哪个位 肯定是画亮部 是吧 画亮部 还有中碳画灰部 软碳画暗部 还有画投影 好 有素描纸 如果画水彩啊 水粉啊 或者丙烯油 那肯定用到布了 我们素描 肯定用到素描纸 因为素描纸 可能就是一般 都是160克纸 厚度 厚度160克 然后我们一般练习 建议是用 比如说用复印纸啊 还有一些数写纸 数写纸就练排线了 就练一些比较基础 就是说可以练排线 不能就有点浪费 所以我们用 现在用的是马力排的 如果要购买 可以是点击我们下方 就可以直接购买 我们画材购买 因为我们就是三层里面 都可以购买这些画材 好 现在我们排线给大家看 你知道吧 排线 怎么去排线呢 比如说握笔的时候是测锋 测锋 拇指垂直一下笔 一定要垂直 摆动的时候 摆动方向的时候 笔不能动 笔不能晃动 不能这样晃动 是吧 不能这样晃动 一定是手腕在这样转动 手腕 你看手腕在动 等下我排线拉线的都是 都是手腕在动 笔不能晃动 笔晃动 它可能线就歪掉了 不够稳 为什么要测锋呢 因为测锋拉的细 然后画的时候都是 也是测锋 刚刚也讲过是吧 测锋 然后呢 拉直线 比如说拉的时候 笔是不能晃动的 要手腕这样 手腕要动 手腕要整体这样拉 这样手腕动 你看 看一下 拉线一般10到15公分一条 我看 我拉个圆着一个点 是吧 360 比如说转上面的时候 可能就会累一点 一开始确实是 手是不是很顺 所以画的时候 手臂要抬高 手臂要抬高 抬高 这样 好 到这个位置是吧 往这边 好顺的 从上画到下 是吧 好 都是直线 是吧 画直线 嗯 OK 直线 所以要多练 起码我戏要练一个星期 是吧 这是基本功 有的我现在在教大家 也是彻线 也是撤锋 排线 排线这样一根一根的来 这样一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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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急啊 不要急 不要急 不要这样的话 很多同学一开始可能排线 都是这样塗的 很急 这样很急照 塗的时候应该很乱 是吧 排线 为什么很乱 因为观察一下它很多颗粒感 白的很白 黑的很黑 所以就很 比较混乱 放近一点 排在这一段 可以很近 好 是吧 你观察一下这一段 你看 如果很多同学如果是随便去乱排的话 肯定那些线应该出现很多噪点 白的很白黑的很黑 是吧 所以不均匀 所以我们排线的时候一定要观察一下这样 这样工整一点这样 一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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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 密一点这样 好 一根一根的来啊 不够密比如说我重复再排一遍给它 好 重复再排 所以这次是要回去多练是吧 还要拉纸线也一样 所以和排线是有相关连的 如果你纸线画了纸是吧 排线的时候也会很快 也会工整很多的 好 然后下一步 我们这是侧峰 因为侧峰就是 拉纸线还有排线要用到侧峰 有些我们用到中峰 就像平时写字一样 是吧 比如说中峰的时候 为什么要中峰 因为比如说我压黑一根一条线 是吧 比如说我压黑这根线 是吧 我要用中峰这样 把笔这样竖起来 这样中峰 很顺的是吧 把它压黑 把它压黑 压顺的这样 好把它压黑 压黑 比如说这些 我压黑一点给你们看一下 顺的 顺的 压黑 这里是顺的 好顺的 所以这也是要多练是吧 平时你最好先把侧峰练数练是吧 中峰可能手就顺很多了 好 好 要多练习啊 练习的时候可以用到 复印子啊 A3 A3 最好A3 因为可能就大一点 不然那A4啊 一用一下可能就没了 好 然后呢 也可以用买到数学纸去练习 是吧 可能练一个星期 可能你的线 可能画得很工整 又用到的块 就很顺手了 那你看 我就切纸线给你们看 是吧 要顺一点 是吧 各种方向 是吧 手腕转动就行了 好 这节课我们讲的一些资本 日文的一些知识 已经讲完 我刚讲 讲到是吧 比如说 碳笔是吧 中碳 软碳 硬碳是吧 三种 然后呢 橡皮 是吧 必备的 橡皮还有紫 还有画板 是吧 画板是必备的 学文化素描的时候 学最基本要用到的一个工具啊 笔啊 所以 好可以 好这节课就讲完了 好谢谢大家 谢谢 好 谢谢 谢谢